好,下一個例題 加熱小蘇打粉 要產生二層二氧化碳 需要分解多少莫爾的小蘇打 第一目 解出化學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小蘇打是誰啊 碳酸氫鈉 加熱分解 產生碳酸鈉加水跟二氧化碳 可能是 這支援人寫過 這幫人這支援人寫過 好,第一步 寫方程式並且平衡 第二步做什麼 已知跟所求換成莫 已知誰 產生二十二克二氧化碳 求誰 小蘇打幾莫 給的是質量 怎麼換莫 錯 不是分子數,原子數 是什麼 原子量 原子量分子量除 五 二氧化碳分子量四四 追除 九 s莫不用換嘛 s莫不用換 s莫不用換 好 第三步做什麼 你有 你有墨耳對不對 要把它帶到關係裡去 就要帶到墨耳關係裡去 誰告訴我墨耳關係啊 均衡係數嘛 均衡係數就是個數就是墨耳數嘛 所以我們說第三步就是墨耳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誰跟誰的係數啊 二氧化碳分子小蘇打啊 提供起來 二氧化碳分子1嘛 小蘇打是2嘛 所以二氧化碳分子1比2嘛 你剛剛不是有墨嗎 把怎麼樣 塞進去嘛 塞進去 0.5比s等於1比2嘛 所以算是要s多少 s多少 一墨 所以算是需要一墨 就這樣 很簡單嗎 很容易嗎 再說第N加一遍 第一步 寫方程式並且平衡 大部分題目都不用做 像這種齁 給的不給的題目非常少 像這種給的不給的題目非常少 那還有一個題目是 給的方程式並且平衡 這也很少 好 第一步 給寫出方程式並且平衡 第二步 把乙式條件跟所謂都換成誰 墨耳數 然後就套到關係裡去 誰會告訴我墨耳的關係 均衡係數 所以要不要說什麼 那為什麼 墨耳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帶下去 後面就是簡單的數學把它算完就好 就是做吧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